您好,想弄点啥? 老板,路边的老板,你给我看看的 哦,看看真假 哇,这是铜板啊,老铜板 这品项也不值钱了 因为这铜板在以前啊,就家家都有 非常多,存食量非常大 所以这东西它即便是品项好的,也就几十块钱 像这种品项差的,估计不会超过十块钱 东西没问题 我看另外一个,对 哇,哇,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是红线灰龙,军阀币 但是这个东西不对啊 你这儿从哪来的? 这是阿叶,阿叶给我的 你爷爷留给你的 对,那这老人给的能够有夹的吗? 老人给的,你要按正常来说 如果说是主辈传下来的 就夹传的,一备一备一备传下来的 那肯定不会夹 或者是夹,也是老夹 但是你这个 应该不是就组传下来的 那不会吧? 咋不会啊? 你看这个东西明显不对 明显不对,这鞭尺,壁面,这都不对 那业国主的,这人太业传给哪两 那肯定不对 首先啊,你得看一下 红线灰龙,本来就是咋说啊 这就是袁世凯那时候当皇帝 当了三十八 八十三天皇帝那时候组造的 就没多长时间 就不做这个了 做的就不是这种了 所以这个很少 像这红线灰龙 就算这个东西啊 如果是对的,真的 就这品项 也得几十万 几十万 对 但是你看一下 首先啊 它这个是银币 对不对 它得是银的吧 是的 你看一下这 这漏黄了 你知道吗 这说明里面啊 是黄铜 然后外边啊 应该是镀银 再一个 再一个你看一下 因为本身 刚才我也说了 它铸造的时候 没铸造多长时间 它就不铸造了 所以它这个模具 应该按理 按正常来讲 它应该是完好的 对不对 然后你看一下 它这个做工 包括你看这 这都有流银 你像壁面有问题 有流银 那一般啊 都是模具时间长了 模具寻坏了 有毛病了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等于说 做工也粗糙 然后用的材料也不对 你再看一下鞭齿 这鞭齿 这一看就夹得很 是不是 你刚才说的 那不是晃是吧 对啊 它是黄铜啊 它不是银啊 我有之前 买了银桌子 人家都熟了 不是洋化了 会发黄吗 不不洋化 画黄啊 你可能 它是从就是 平常摸不到的地方 画黄 这个是 你看它的凸点 往外凸出的部分 它都画黄了 那说明啊 就外边是镀银的 就外边凸点的 经常用手摸啊摸的 就把那个氧化成给磨掉了 电镀成给磨掉了 所以它才画黄 说明里面是铜的 明白吧 这是假的 假的呀 对 假的 这东西本身就很少 我说实话 也有网友让我看 好多人都有这个 都有这个 都是假的 如果这假的 这不值钱 在果然市场 估计啊 是你爷爷以前 喜欢逛果然市场 在果然市场逃来的 像这些东西 可能大概十块二十块的 买过来的 十块二十块 对 这是假的 那好吧 那这个铜钱也 我说句实话啊 就这个铜钱不值钱 也比这个好 你毕竟这个是老的呀 对不对 这个都比这个值钱 是吧 对呀 好吧 留下 留着 谢谢老板 没事没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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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